透过各国疫情曲线来看到最新数据汇整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5月3号开始单日新增确诊人数逐渐低于3万 尽管一度逼近临界点 但疫情曲线明显成下滑趋势 过去24小时内新增确诊人数跌破2万大关 创下4月初以来最低记录 目前全媒累计确诊总共138万5千多人 疫情中灾区纽约州部分地区预计最快周五解封 纽约市因为人口太密集 最快6月才有可能松绑 另外白宫不断爆出人员确诊 下令所有进入西乡办公室的人员 全天候都要戴口罩 但总统本人却坚持说什么也不会戴口罩 接下来看到欧洲 始终坚持佛系防疫的瑞典 已经成为北欧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5月3号开始单日新增确诊数一度大幅减少 但之后又急速增加 8号达到10天来最高 5月10号到5月11号后又往下降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348人 累计确诊共2万6千多人 瑞典感染曲线就像云霄飞车一样 高低起伏不断 无法压平 而且目前死亡人数快接近3300人 是北欧国家中平均最高 九成病逝都是70岁以上老人 尤其之中约一半都在养老院去世 继续看到非洲加纳由于爆发大规模群聚感染 已经成为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 由于当地卫生局并非每天统计 而是累计一定数量的检测样本后才一并公布 区限幅度变化大 从5月3号单日新增确诊人数95人 瞬间标准到550人 过去24小时单日新增确诊437人 累计4700人感染新冠肺炎 加纳单日确诊记录在5月9号时创下目前新高 现在更传出当天这921名患者里 有533位都是由同一位超级传播者感染 最后看到南韩 从5月3号单日新增确诊13人之后 患者人数甚个位数增加 而且大多都是境外案例 但也是因为9号爆发首尔离泰院夜店群聚感染开始 感染曲线逐渐上扬 过去24小时新增27人确诊 累计10936人感染新冠肺炎 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离泰院群聚感染相关案例 截至12号下午已经累计到102人 政府防疫团队表示 接下来一周是切断交叉感染的关键期 呼吁相关人士尽快出面筛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